这简直太好玩了 我还没有玩够 运动员在冬奥会场馆内沉迷玩VR游戏的视频 近日在多个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随着全民对冬奥赛事的关注度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冰雪运动的魅力 一些精彩瞬间的背后 VR直播360度自由观赛 虚拟数字人 不少元宇宙要素 活跃在北京冬奥会的各个角落 自从2016年里约奥运会首次使用VR技术以后 奥运会不但记录着运动员的成长 也见证着VR技术发展 比如说 2018年韩国平昌奥运会期间 英特尔通过True VR技术对部分赛事拍摄 提供360度全景视频观看 同时还提供VR 直播和VR点播两种类型的赛事观看服务 今年北京冬奥会 VR技术的应用更是在娱乐 训练 观赛等多个领域都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惊喜 过去的VR直播受限于场地 设备等原因 转播的画面总会出现等问题 因此部分观众一直不看好大型赛事的VR直播 对于临场感和沉浸感更是不奢求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 国内早在2019年就专门组建了冰雪项目 交互式多维度观赛体验技术与系统项目团队 由北京大学牵头 国家实验室 企业和其他高校参与合作研发 北京大学教授陈宝全为项目负责人 研究人员会根据场馆情况布置多台摄像机 记录比赛现场的精彩画面 他们在首都场馆部署的40台4K阵列摄像机和三台 可实现8KVR直播的相机 部分细心的网友扒出摄像机阵列的相关细节 认为其厂商可能是国内摄像机品牌Z Cam 而8KVR直播的相机可能为Insta360 影视专业及相机Titan 除了使用国内自研的VR摄像设备之外 北京冬奥会还实现了自由视角观赛 即从3DOF升级到6D0F 这样一来 观众就可以在任何位置观看任何角度的比赛 我亲自体验了一番 首先 我用手机央视频APP的VR冬奥 观看了2月16日的冰球男子四分之一决赛 当进入到相关页面后 我看到画面的正前方是一个虚拟的VR大屏 就像现场的大屏一样 可以观看到比赛的细节和回放 镜头随后会转到运动选手身上 我可以看到他们从起点出发的动作 随后画面会随着场上赛事的节奏自主切换角度 我也尝试自己调整观看角度 甚至我能看到他们击中冰球入门的手势动作 在用手机观看VR比赛时 我仍感到一些不足之处 比如说 画面清晰度还不是很高 画面总会有一层灰蒙蒙的感觉 较正常的手机视频清晰度略差一些 但打开VR设备后 我就不再吐槽满是噪点的画面清晰度了 我带上PicoNeo三设备 打开央视频VRAPP 就进入央视频专为冬奥打造的观赛空间 海报、抱枕、奥林匹克标志 央妈一次拉满了冬奥氛围 不仅如此 央视频还贴心地设计了定制个性化菜单 并在日历中标出每天将会有哪些赛事 连我最关心的奖牌情况 央视频都会清晰地呈现在下方 无论是想按项目观看比赛 还是想按日期观看比赛 清晰、便捷的菜单设置都简化了我查找赛事的过程 让我以最快的速度看到想看的比赛 而观赛的形式和手机上的体验比较类似 但整体上画面清晰度大幅提升 我可以清晰地看到运动员做了哪些动作 就好像站在赛道旁 看着运动员从自己的头顶飞过 与现场观赛相比 我在VR观赛中感到比较遗憾的 可能是不能感受到整体现场的欢呼声 但仅从观看体验上来说 用VR设备观看比赛确实给人带来不少惊喜 部分比赛过程中 导播们还通过AR技术给出一些信息 并告知观众赛场上不同赛事的最新情况 除此之外 在观看赛事的过程中 我常常还会因为导播切换画面 而找不到运动员在哪里 从而错过精彩瞬间 而手机上的H5界面 多会采用360度全景图片 向我介绍奥运场馆的相关信息 较少涉及比赛本身 公开信息显示 软件研发和服务公司天元迪科 和中国联通合作了 中国联通冬奥5G智慧观赛产品创新研发项目 场内联通用户可通过H5页面或小程序 接入场馆边缘媒体服务器 获得多视角精彩回放 场内服务预定等视频服务及信息服务 不仅如此 VR全景服务商Wasser VR也表示 他们提供技术支持和新华社 联手打造360 度沉浸是漫游场馆 观众可以不断地连续地改变试点 从不同角度观看同一个赛事 项目负责人陈宝全说 不仅如此 还有机会实现电影 黑客帝国中子弹时间的炫酷体验 子弹时间是指某个凝固的时间点 人们通过360度全景摄像 观看到那一刻的所有人和物的画面 也因此 实现子弹时间 意味着观众可以实现观看角度自由 但在冬奥会的赛场上 实现子弹时间并非易事 要知道 按照传统的拍摄方式 一台摄像机 一秒的8K画面 可能会有高达几个GB 甚至十几个GB的内容 而几十台摄像机同时构建某一秒的画面 可能会用到近几百GB大小的内容素材 在过去 摄影团队想要制作一个子弹时间场景 往往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 面对巨大的内容素材 如何实时渲染画面 如何呈现连贯的比赛画面 如何实时完成360度全景观看 这些都是摆在项目研究人员面前的难题 据陈宝泉介绍 解决这些问题 主要靠他们研发的端到端自由视角 视频系统 和VR冬奥赛事轮声推演 与视听语言创意设计软件 端到端自由视角 视频系统 不但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 处理完庞大的图像信息 同时还能通过三维重建 生成新试点的图像 避免因现场相机各数有限 导致画面不连贯 如果采用足够多的新试点插入 最终实现丝滑般的自由视角观赛体验 陈宝泉说 而VR冬奥赛事轮声推演 与视听语言创意设计软件 正是针对此前VR观赛的遗憾之处 不知道看哪里比较好推出的软件系统 研究人员通过和一些专业人士合作 对赛场上可能会出现的精彩时刻 设计视频镜头轨迹 进行实时导播 帮助观众抓住每一个热泪盈眶的时刻 从VR直播体验来看 北京冬奥会给观众提供了一个自由视角的VR直播 比赛画面也较为流畅 而北京冬奥会在大规模赛事中运用VR直播 以及实现360度高自由度观看 也为VR技术在文娱领域的应用增添新的成功案例 VR技术带给人们高度仿真的情景 让人们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可以瞬间进入自己希望去往的地方 这一点在疫情下拥有了更多的意义 此次冬奥会采用全封闭式管理的形式 如何给运动员们提供一个舒适、放松的环境 VR技术从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除了VR技术 在直播赛事上的运用吸引了不少人关注之外 VR游戏也蹭了一波冬奥会的热度 在冬奥场馆内 VR游戏区的设备 吸引了不少国外运动员在这里流连忘返 纷纷前来打卡 冬奥场馆内的VR游戏区不仅有太空模拟舱 4D载人深海模拟器等 让运动员们可以一天之内上天入地 无处不去 还有模拟战场、VR赛车等游戏 让运动员们大呼过瘾 借着这次全民关注的运动盛会 游戏厂商纷纷推出VR冬奥系列IP 如奇幻滑雪等 HTC更是接连上线了五款运动游戏 其中两款游戏奇幻滑雪3 VR冬奥会是针对VR一体机推出的 三款游戏极限滑雪 冰球大战VR Fantasy Skin 二是针对PC端推出的VR游戏 其中 奇幻滑雪3是目前较为热门的VR游戏 你可以通过VR设备感受到滑雪的乐趣 想成为下一个古爱玲 你可以先用VR设备去体验一下滑雪的魅力 目前 奇幻滑雪3登陆了Pico应用商店等国内多家VR设备的应用商店 像游戏之类的VR设备 主要是给运动员们提供休闲娱乐 让他们在紧张的赛程中放松一下绷进的神经 而用于VR模拟训练的设备则不同 更高的精准度 更逼真的模拟环境 才能为运动员们带来更有效的成绩提升 像刚驾雪车 雪橇 越野滑雪等这类运动往往具有较高的风险性 同时 冰雪运动的训练计划会受天气和环境的影响 一年时间里训练较少 VR模拟训练器模拟的较为真实的虚拟环境 可以提供无限制的训练环境 并且 VR模拟训练器精准收集的数据 能够为运动员提供更多指导方向 这样一来 在一些技巧方面 运动员可以一天练习多次提高熟练度 一位参与研发的人士说道 他们还为此打造了一套六自由度电动 模拟体育训练系统 东北大学不但打造了一个VR滑雪系统 还做了个滑行速度测量机器人 机器人可以收集最真实的环境信息 再将这些信息同步到VR滑雪系统中 让运动员们感受到最真实的环境变化 调整状态 河北地质大学同样也制造了一款VR滑雪模拟器 模拟真实的滑雪环境 其脚下的六自由度机器人 可以跟随滑雪地形进行实时的响应 为训练者提供视觉、听觉、风感、转向感、补充感、超重感、失重感等多感官交互 为滑雪者带来沉浸式的滑雪体验 现在、VR模拟训练在不少领域已经开始逐步落地 国外部分政府曾采用VR设备 锻炼员工的反应能力 前不久 东方时尚公告采购1000台VR驾驶模拟器 金额达1.8亿元 IDC数据显示 2020年全球VR企业培训市场规模 约为13亿美元 VR训练在冬奥场景上的运用 让更多企业看到VR训练的实用性以及功能性 吸引更多的玩家加入其中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 据不完全统计 至少有25个虚拟数字人 正在冬奥会24小时打工 百度智能云AI人机交互实验室负责人 主架构师理事严曾告诉制东西 虚拟数字人可以按场景 分为服务型数字人 和演绎型数字人 其中 服务型数字人往往只具有一定功能的 虚拟员工 演绎型数字人更偏向文语领域的偶像 第10期见 您能复令名 证明